欢迎收看泰森视频 今天给大家讲解的是 我们泰森是TSJ40 背板自动压盒液机 然后这一款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可以是把这个盒面 带刺的一个盒液 然后是自动送标 送到是我们想要工作的一个平台 然后是进行这个是打冲击 把它给盯到这一个背板上面去 然后是实现 完全实现这个快速的一个送料 快速工作 然后是解决这个一个 患自动化的一个问题 让这个是工作起来 是更加的一个迅速 包括这一个角度 可以是更加精准 继续开启的时候 所有的这个配件 将进行这个是自动盘震动 然后保留我们的一个水道 到时候就可以是直接进行打冰 好 现在这个这个 配件已经开始过来了 送过来了 那如果是数量满了之后呢 你这个感应器 就是这个是亮红灯 亮红灯之后呢 它会利用要满笔机 自动不振动 进入节能模式 然后如果是这个材料 是这个是已经是用完了之后呢 它这个会这个 进行再次进行再次运作 现在的话我们是那个 开始展示 它这个一个机器的一个 是如何进行运转的 那首先 一时间如果是我们这个 收到一个机器的一个情况下 那我们是那个 要把这一个调整这一个送料 送料的一个 把这个一个撑脚进行这个聚中 可以在这边 我们首先是拿到这一个这个 橙角之后 然后呢 把这个就是这个 塑料杆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是推过来 然后呢 这个是大概 这个是有料在这里 刚好这个配件在这里 我们是把这个放置在这里 调整一下 这一个杆子 调整这个杆子 然后呢 让这个配件 处在一个居中的一个位置 之后 再进行把它给锁紧 好 之后这样就差不多可以了 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呢 我们是要走到这里 我们把这个气管进行接上 气管 我们把这个气管直接插到这里 就可以了 然后第三步呢 我们这个在进行这个是 把这个杆子拉到最前面 再这个是用这个板放过来 之后呢 再用我们这个一个撑脚 放置在这个位置 调试到一个合适的一个 比如说背板要钉的一个位置 比如想要居中 如果是居中 这一个位置的话 那我们是在这个底部 这个杆的底部 是有一个螺丝 我们可以把这个是进行这个 螺丝松掉 然后是可以是那个通过挪动 这一个东西 挪动这个工作台 来确定一个具体位置 包括如果是这一个密度板 太大的一个情况下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两个这个杆子 进行松掉 往后挪 这样是进行这个是调一个 确定的一个位置 好 那我们这个是现在这个位置 已经调的 已经OK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开始 这个进行开启操作 第一步首先在这里 把这个气压打开 第二把这个是一个要放的一些材料 放到这个振动盘里面 振动盘里面 然后呢 它这个是在这里 电源 插上线插上电源 之后呢 再进行开启 然后在这个调整好一切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电机冲船打开 好 现在我们开始工作 踩动脚踏板 就可以是直接那个 插压 踩 然后之后呢 第二个 我们把这个是放上去 踩动脚踏板 制作 打开 然后再裁 然后就这个样子 这个就完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